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视频频道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楼盘呢 是海花岛对面的楼盘 我们在海花岛居住了一个多月了 岛内的房子我们也看了不少 各种房型的房租也都了解的差不多了 海花岛对面这些社区 我一直也挺好奇的 我们每天来来回回经过这些小区 在我们住的海花岛公寓的阳台上 也能隔着海看到这些小区 目测对面这些小区的居住环境也很不错啊 我猜啊,对面这些社区的房价 房租可能会便宜一点 再过两天呢 我就要返程回新疆了 在我走之前 今天就开车带着我妈 探索一下海花岛对面的社区 看看会不会便宜很多 创作视频不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感谢大家 哈喽 刘萌萌萌萌萌萌 在家过得好吗 不好 听说你们那边下雪了 下雪了吗 刘萌萌 那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给你看看海流吗 看看海 小心它被你换掉啊 哈哈哈哈 好好学习啊 刘萌萌萌萌萌萌萌Tele 房屋极瘦 对不对 房屋极瘦 45平方两房 我们进到海华岛对面的这个什么小区 来问一问这边的租房价格 这里有一个房屋中介 这小区环境也不错啊 这小区也大哦 老大你走我告诉你住的 头两回都有吗 这有地下停车场吗 有我老大的地下车上 前面到那个楼一溜全这到这全地下停车 你是哪个呢 新疆人 哎我也新疆 我全都拉了个这个 拉条子 哈哈哈吃的拉条子 我们家里都没吃拉条子 拉条条也太长了 嗯开放式楼道 这这座房子不好 这一点都不安静 二楼三楼的时候全长了 哎呦我都给你找老子好 你也有点像那个啥 嗯 就像那个东方式的那个 它是80多的 它中间 就是那个 嗯 80多 对 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啊 这边的房租和海花岛都差不多 并没有比海花岛便宜 70左右的两室两厅 二至三月份的租金 一个月要2500左右 三室的房子大概在4000左右 和海花岛的价格是一样的 你们觉得这个小区怎么样呢 这自己搞的啊 我自己搞的 哦 这搞的好 这像那个啥 那不是吧 像 啊 啊 对对对对 啊 可以看到了 啊 晚上夜景好都看到了 你看看得了 嗯 我一天你看烤掉的没收拾 因为我常年不回去了 他们回去了 回去 种不上花 我刚才去了 我知道这个地方是送的 我说这个地方种花太好了 太好了 我没有分阳台 海南南你记得不要分阳台 嗯 它是空气好 你分阳台可惜了 怎么知道我种菜呢 我都没做 啊 我能吃多少菜 嗯 这是一户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样子 这家没装修也可以啊 这家也已经装了 已经装好了 就是没有 还没摆家具 没摆家具这家 就是一室一厅一味 这个复兴室 跟它有一样 然后正面看海花岛 你看啊 鞋子看 嗯 你看这个直接看出去 就是一号岛的雪山 这个小区叫中南西海岸 就在海花岛的对面 小区也不错啊 环境啥的各方面 适合常住 我们现在去这个金碧天下里面 环境里 进来这个小区呢 前面先是别墅 环境也不错 这小区 这些别墅都没人住啊 空着的看 这些别墅基本上都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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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着的 租也没法租都没收拾出来 既买既住 52万 想要清静一点还是得来 在岛外的岛外的小区 我们来逛一下别墅 还真是 这有一个内蒙古的 这家有人住了 这家有人住了 这家有人住 在那边 这家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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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区呢 也是恒大开发的 叫做恒大金碧天下 房租和海花岛也都差不多 只不过这边人没有那么多 我们大概逛了一下 这边的别墅 大部分都是空置的 感觉岛外的社区 入住率 还是没有岛内的高 这边的生活配套 也不如岛内 喜欢热闹的 可以去岛内 喜欢清静的 可以来岛外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 丹州市人才公寓 可以看到这几栋楼 都是公寓啊 海南不是在搞人才落户吗 我在想 是不是符合 某些条件的人 可以来这里免费居住呢 比如说有学历的 有技术的等等 我们进来了 我们开进来转一转 海花岛旅游产业园 丹州市人才公寓 这里面不会住的 都是海花岛上班的人吧 这里面有海花岛的搬车 员工通停线 刚才问了一下啊 住在这里面呢 全都是海花岛的员工 这个海花岛的员工的 住宿环境 这个住宿环境 也非常的好啊 你看 这里有职工之家 这是他们的搬车的停车场 然后充电桩 海花岛的员工 生活环境 不错啊 过完年之后我们又来到了 丹州滨海新区农茂市场 人是不是少很多了 然后这边很多电动车 在等客 往返于海花岛之间 类似于出租车吧 过年的时候这条路两边停的全是车 现在也没什么车了 这就属于正常的一个市场的人流量 这边有好多地摊 刚才问了一下这个电动车 从市场到二号岛10块 住哪栋楼都是10块 送到楼下 外面的摊的价格要比市场里面便宜一些啊 这有天的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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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林山水瓣12万一套 70级产权 一线消息 偏一线 10块钱5斤来吧 10块钱5斤 嗯 我不想吃了 这些菜都是1块钱一把 1块钱一把 要买这个啊 尝一下 尝一下尝 来这个这个这个 这三个 碳烧香蕉 这颜色是怎么上去的 8块6块钱的 8块6块钱的 绑的技术多好 这个鸡蛋给你绑的 哎呦 哈哈 这才是专业卖鸡蛋的 人家 哈哈哈 外面地摊转完了 我们再进市场里面转转 这里面感觉没有外面 热闹 问一下五花肉多少钱 那个155 16一斤 155 那个15 不要忘了 没有白马井便宜 我们没有吃过这个和这个 这个吃过 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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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最好吃 你不说 来来来 给来一个 没有吃过 要尝一下 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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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鲜没有吃过的话 又尝一下 尝一下 小一点 小小小小的 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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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肉就跟那个牛肉一样 嗯 嗯 还看那个辣椒鱼 这个长得有点像金枪鱼 尝一下啊 没吃过尝一下 现在这个市场的价格也都下来了 海鱼基本上就在二十多块钱一斤 由于八爪鱼都在二十多块钱一斤 但是呢还是白马井那边要便宜一点 便宜一个一两块一斤吧 买完菜我们过来加个油 8块9 我感觉我有半个多月没加过油了 上一次加油还是送刘梦和他的妈妈去海口 加过油 到现在了半个多月了 320 买完菜回到家中开始做饭 今天我们要吃一个烧烤 铁板烧烤 这是一块五花肉 一会给它切片啊 吃烤五花肉 很久没有吃烤五花肉了 这块五花肉现在属于半化状态 我们给它切一下 这个鱼就是我们刚才买的这条 长得像金枪鱼的鱼 他们说这个鱼相间最好吃 那我们今天刚好就铁板肩 这个五花肉真棒 嗯 嗯 这两天的天气呢也不是特别好 阴天看一下 对比一下三亚 好像也是阴天啊 嗯 我喝完咱们今天可以整个饮料喝一下啊 给拿过去 我洗干 洗干 老演员出场 这个鱼肉的颜色是红色的 看上去有点像牛肉 上菜上菜 嗯 咱们直接设计一个220度 这个温度煎肉的话比较好 一个是不会糊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油烟 烧烤粘料 来 给 看看 摆得满满当当啊 大盘就是好 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这个猪的毛有点多 来来来看看 摆得满满的 诱不诱人 今天喝一个饮料 来 带脆骨 现在上鱼 这个鱼还挺便宜的 是众多海鱼中 比较便宜的鱼 有谁懂 这个鱼为它便宜 我看它长得跟金枪鱼差不多 要能烤熟吗 慢慢烤呗 看上去不错啊 嗯 这辣子有点辣啊 好 好 好 你加一个 我加一个 怎么说呢 我觉得海里的鱼都一个味儿 鱼饼 这才是真正的鱼饼 这鱼就是纯肉 这种鱼出入绿糕 全肉 哈喽刘妈妈 我帮你们出发 爸爸你们出发了吗 出发 爸爸你们出发回来了吗 没有 没有 太姥姥他们出发了吗 太姥姥他们已经出发了 坐在谁的车 我也不知道 我看一看你们在哪儿 我看一看你们在哪儿 你看一下我们在哪儿 这是我的房间 你看一下啊 你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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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了一个酒店吗 换了个房间 这是我们的房间 有没有在学校上学认识新朋友了没有 新同学 认识了几个 一个 哎呀晚上追剧 吃饺子 这个狂飙这部剧还挺好看的 热播剧 热播剧 你们都看了吗 你们喜欢哪一个角色